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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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中校 中校活動 中校活動 獲得了分數 去判賽 中校 上 中校活動 因為我們學校其實 一直有一個目標叫做 培育未來的領袖人才 培育未來領袖人才 其實有一項很重要就是 強健體魄 所以我們在體育這一部分 其實是很重視 我們自己學校裡面就有我們的體育班 那體育班是棒球專長 因為運動強度其實是很強的 所以他們從小就是在練棒球 那來到國中就考進來我們學校的體育班 那繼續的練棒球 所以他們其實從小就有一個棒球夢 在練棒球的同時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在國小的時候 在學業這部分就有一點荒廢掉 所以來到國中 那他們的那個基本學歷的部分 其實就落後很多 那落後很多我們這邊就想說 要去規劃一些課程 來幫助這些孩子 我首先要謝謝我們教育局 還有公文 引見這個公文進來到我們這個學校 來針對我們的體育班的學生 尤其棒球隊的學生 來做這個科學上的輔導 協助 所以他們進來之後 這到今年大概已經兩年多 我看到他們的學習 在學習這一塊 有非常大的改變 因為在公文的話 它不像一般的補習班 就是局限在學校的範圍內 那公文它會是以孩子的能力來發展 因為公文是一套編序式的教材 小階梯的 一步一步的上來 而且要進來之前 一定要學歷診斷 看它哪裡不會 從它會的地方開始 不是從它不會的地方開始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很簡單很簡單 就會激發他們學習的欲望 這兩年多來 我發現我們有將超過一半的學生 他現在的程度已經是國中生的程度了 然後甚至有少數一兩位 都提前到高一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他們在學習的過程是很開心的 不是那種天涯式的 也不是那種好像被動的 所以學習的成效是有看他們提升 學習的成果有慢慢展現出來 在學習的過程中看到的 不是只有學科上成績的一個展現 我看到的是這一些孩子們 他們勇於接受挑戰 我看到這一些孩子們 他們其實是更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的可能性 我希望他們今天得到公文的幫助 他的學習態度有所改變 或是他的學習的成果變得更好 不再在學習這一塊 也能夠主動的去學習 這個是一個一輩子的事情 那他未來可以 因為得到這些貴人的幫助 他未來可以影響更多的人 我希望你會在學習的成果 在學習的成果 對, 學習的成果 也沒有錯過 哪一輩子的成果